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彼此的身上 都看到了一些 对方不喜欢的东西 他非常非常想 成为一个好的妻子 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应该怎么成为一个好的妻子 我可以给他做早餐 我可以给他做饭 但反过来我也希望 他给我做早餐 可以给我做饭 他对我的爱 没有那么的 像我对他的那么多 给予的那么多 他可能是零分的妻子 在离婚之前 他质问过我这事 他说 你到底做了几顿饭 有一点委屈 其实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告诉他 我可能不能成为一个 正常意义上的 合格的好妻子 但是他跟我说 我需要的不是一个阿姨 我需要的是一个艺术品 艺术品 你不用太操心生活上的事情 但我始终不觉得 这个是我们最根本的问题 我能意识到的 伤害这顿感情的事情 就是长久的沉默吧 而且有时候 在我真正坦诚 我的情绪 或者我的烦恼的时候 他只是说 你想太多了 就根本也不想了解 我想说什么吧 就是两个自尊程度 都很高的人 都去较劲的话 那就谁也弄不了谁 我记得问题出的最大的是 我去歌手之前 他自己做了一部戏 叫 《导连格雷的花像》 最开始 他做这个戏剧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有参与进去的 可能有一个角色 但后来 好像没过多久 他就跟我说 你不用来了 不需要你这个角色了 我说好 但是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隐隐觉得 有些什么东西不对 然后再怎么想 跟他进行沟通 一个字也不说 说实话刚开始 接到就是想 说有歌手这样一个事情 并且可以去踢馆的时候 我确实小得意了一下 解气 我要开始忙了 看你怎么办 比如说有时候 跟朋友在一起 朋友可能 不太了解他的那个边界 他的底线 然后可能开一些玩笑 有沟通过 但是他的有时候点 可能有点过多 相处的时候 我不喜欢他的朋友的时候 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而且每次都去 跟他们去 社交去玩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 他总觉得别人 别有用心 你的某一方面 对他有好处 所以他才会这样对你 他跟人一聊天 他有时候会觉得 这一如下 太商业了 但是我的出事方式 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能真的 某方面能为你带来利益 我巴不得 我开心 那这算是朋友 是啊 是啊 我们俩这次一起旅行 然后第一次见面 还是没有办法承认对方的柔弱与脆弱 就是那种不认输的感觉 就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对抗感 你们在对抗什么呢 好像是尊严 尊严 对 我希望你有的时候可以变得柔软一些 他也希望我有的时候变得柔软一些 但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表现出来了柔软 但是内心中 永远没有办法承认对方的柔软 两个人心中总是有一个牛相互的对比 较劲 那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你是永远都是对吗 不肯服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就不能服软了 怎么就不服输了 我不知道 可能还没有到可以认错的那个年纪 能不能服输你 你不是不服输你 你不服输你 背Joey 因为今天 又见面了 哎呦 一人 一人 二人 二人 三人 三人